讲记 大家一起来研讨学习 刚好我们研讨到八大寺院第六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瓶开始交流起 世上老人家有讲到 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典 做一个比较 华严经是第一 华严经是经中之王 华严经跟无量寿经比 无量寿经第一 因为华严经末后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其乐 普贤菩萨发愿 愿我灵狱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既得往生安乐差 下一句也很重要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普贤十愿要往生极乐世界才圆满 所以华严经也是 劝华严世界 四十一位法僧大师 求生西方籍的世界 等于是介绍籍的世界 一部大经 赢我们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华严经跟阿弥陀经比 无量寿经比 阿弥陀经比 那无量寿经第一了 那我们无量寿经有四十八品 哪一品第一呢 就是第六品 这是阿弥陀佛自己发的愿 而且极乐世界 也是从这四十八愿 成就出来的 所以这一品经 我们一起学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呢 经文 法藏白言 唯愿是尊 大词听察 恭敬心 都没有变了 不变的呢 才是真心 会变的 就不是真心了 所以 我们 不能因为 自己比较 富贵了 有钱 有地位了 对人的态度不一样了 那这个就被富贵污染了 也不能因为自己学历高了 因为有这些外在的 条件的成就 自己的心态就变了 其实人生 最吃亏的 就是被染污染 本来无一雾 何处惹尘埃 一染污了 就堕落了 所以第四指规当中也提到 物产妇 物娇贫 物娇贫 物厌负 物喜心 其实这些习气 我们是很容易犯的 一不小心 这个心态 就受到 社会风气的影响 所以我们 学这一品经 就是效法 阿弥陀佛 从哪里效法呢 从他的纯心 他对人的态度 尤其对老师 这恭敬心都没有变 包含 四十八院的设想 这些心境 都是我们的学处 像 我们看 接下来经文讲到了 我若震得无上菩提 成正绝语 所居佛刹 具足无量 不可思议 功德庄严 他的佛杀 他的佛杀 为什么可以具足无量 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因为他请老师 把十方佛果 都陷在他的面前了 然后呢 把十方佛果当中 他的优点都把他取过来了 缺点都不要 于比天人善恶 国土 出庙 思维 究竟 他观察考虑的 很透彻 便意其心 选择 所欲 结得 大愿 那就把 十方国土的优点都 取过来 缺点都不要 这一份心境 我们要不要学 俗话又说 学好 中灵不足 学坏 一日有余佣 假如我们学到了 不好都不学 好的 见人善 及时期 马上就去效法 那这样的心境 学到了 哇 那每天都有进步 每天从每个人身上 学他的优点 每件事当中 学人家做事的 难得在哪 哇 那每天都有进步了 好 那每天都进步啊 那每年 那进步就大了 那不成就 有多难 好 好 那 这个 师长在这里 还点出来 具足无量 不可是一功德庄严 而在所有功德庄严当中 哪一个功德是第一庄严 就是十念毕生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 无量寿经第一 无量寿经有48品 抱歉 第六品第一 那第六品有48院 哪一院第一 十念毕生 这一院第一 这一念最善巧 这一念平等 普度 一切众生 哪怕是即将多地狱的众生呢 只要他肯念 十念还是可以 升级的世界 我们前面举了很多例子了 张善和 沙牛 一辈子 临终啊 地狱像都现前了 他一念佛啊 十生就往生做佛了 我们静代也遇到这些例子 黄念祖老居士有举的例子 有一个富贵人家 那等于是富贵啊 结果娇奢益造了不少业 但是他的哥哥是个中医师 也有学佛 结果 他们的母亲去世的时候 这个中医哥哥 就用佛家来帮 母亲办后事 那他弟弟虽然习气很重啊 看到自己母亲办后事 其实我们的家亲眷属嘛 用佛门来办后事啊 所有的亲戚看了 有没有中他们的善根呢 你办得很庄严呢 中他们的善根 有可能呢 在关键的时候 你看在临终的时候啊 起作用了 所以他的弟弟临终地狱向现前了 他生恐怖了 赶紧叫他的哥哥来 就请教他的哥哥怎么办 他哥哥就劝他念佛 他也是 这个十念必生呢 就往生了 所以古代有啊 现代也有 好 当然呢 我们不能一文解义 哇 十念必生啊 那我现在好好玩吧 噪点一夜也没关系嘛 反正十念必生 我临终 我就念十念 我就能往生了 这个十念必生呢 一般是什么情况啊 一般是 他之前没有闻佛法 临终闻了 他又肯念了 成佛愿力啊 就把他 写到其他世界了 我们昨天皈依了 几位同修皈依 皈依是指里面呢 从于今日 今日已经闻佛法了 哪有人说明白道理了 还去照恶的道理 那不是迷惑了吗 从于今日 乃至命中了 都应该 会一三宝了 所以 我们现在闻佛法的 就应该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了 我们已经 修行要行菩萨道了 就不能造三恶道的业了 而且啊 我们真的临终能够 提得起念佛啊 所谓养兵千日啊 用在一时啊 现在就要老实念佛了 我们现在 身体啊 都还能做得了主啊 假如这个时候呢 念佛都念不住啊 那这个临终 可能就不是很有把握了 所以 修行人要有警觉性啊 这个有 修行人谈到了 我们 静中十分 你 很安静的时候啊 念佛 你有十分的功力啊 动中 可能才一分 你开始忙啊 动了 这个正念不容易保持了 你动中 有十分功夫啊 可能病中 才有一分啊 你病中 有十分啊 可能灵中 才有一分啊 那这一段 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功力啊 好好的 不断提升啊 最好到功夫成片了 会比较有把握了 你看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啊 所以不能抱着 侥幸的心理 反正我临终念就好了 得要客观分析啊 不能 掉以轻心啊 把无量 节来 稀有难逢的 机缘 给错失掉了 好 我们看呢 经文当中啊 一开始 这一句是总说了 总说啊 极乐世界呢 具足无量 多可思议 功德庄严 一说就是这四十八院 都是很殊胜庄严 第一院提到了 国武恶道院 所居国土啊 无有地狱恶鬼 禽兽 冤飞软动之类 这是国武恶道 当然呢 他因为没有造恶因啊 所以没有三恶道 一般的国土啊 都有三恶道 因为你造了那个恶因啊 你不可能不受报啊 好 那师长在这里啊 有提到了 一般来讲啊 恶业没有净啊 善业成熟了 可以生 三善道 那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人道 就是三善道了 可是福享尽了 还是要堕落 所以三善道啊 不究竟 还有一桩事情啊 我们必须要解决到 许许 所以修行人 所以修行人不求来生的福报 修行人呢 这一生要最后生的 我们还想着求别人赞叹 想着求福报 那这一念呢 就把所作一切的功德翻转成世间的福报了 因为有求嘛 功德是无求 亲近心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 极乐世界 这个是功德 但你有求世间的福报了 人家赞叹 人家赞叹也是福报 就没有功德了 变成福得而已了 而且享福啊 我们说享吃福啊 想着想着呢 就不清楚了 我们这两天用了一个词 叫佛二代 这些孩子们叫佛二代 这个名词应该一开始从哪里来 从富二代来 是吧 大家观察看看 富二代生出来就很有福 但是我们看看富二代墮落的比例怎么样 高的 一般想的福 很难不迷糊掉的 那梁武帝 他在佛门做了那么多好事 他假如读了四十八院 尤其是第十八院里面提到了 自信信药 愿生我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是吧 那他所做 他就会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了 结果他做了那么多好事 他求什么 他遇到达摩祖师 在佛门建了几百千寺院 帮助十几万人出家修行 证有没有功德 他求人家赞叹 所以你对世间还有求 那这一年就把你所有的工作翻转成轮回的福报了 而且大家注意哦 享福不一定在三善道享 享福 大家去观察一下 现在有些狗跟猫啊 福报比人还大 全家人都伺候他了 放假 他还去洗SPA 人还没有这个 成吉 还没有这个待遇 曾经在老和尚当时住在三点花园 那算是香港蛮错的住宅区 那里的狗 那个用人每天都要带他出来 好几次来 都伺候他 都得陪着他 我看有时候官员都不见得一个人伺候他 所以师长这里说 享福容易造恶业 所以张家大师说 看破放下 看破就是看透彻 看明白真相 三恶道是消罪业 三善道消福报 可是在消自己福报的过程 很少不造业的 所以师长在这里就分析到了 他们那个时候初一十五 才能买到肉 逢年过节才吃一顿 平常吃不到 但是现在 富裕人家 每天积鸭鱼肉 哇 那个业债就有得算了 任言经说的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吃他半斤 还他八两 有没有我讲到这里 你很烦恼了 我以前吃肉了 以前吃的 现在 觉悟了 忏悔的力量是很大的 忏悔能灭罪 所以我们以前吃的 我们忏悔 一切都是道场 所以小朋友在的时候 也是道场 检查我们能不能专心 所以大家刚刚多看的小朋友 几眼 就是专注力不够 是吧 那么容易分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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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功夫要得力就不容易了 一切皆考验 看你怎么办 对境若不是 须在从头练 所以今天有一个考题 就是要专注 刚刚大家考试考得怎么样 你看 这个我们随时要能专注念佛 不然你临终的时候 突然旁边有人在唱歌 也是气死我了 唱什么歌 你就被他转了 说不定刚好你就遇到 过去今生的一页缘 你要练到 他唱他的歌 我练我的佛 那你就不被他干扰 好 所以这个梁武帝 这个例子 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他有求人家赞叹 他所做的一切就翻转成 轮回的福报 修行人 不享福 修行人不求福 修行人只求了头生死 往生极乐世界做佛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一段 想福容易造业 我们观察现在的社会 慢性病都提早了 癌症提早了 我最近常常听到 三十几岁就得癌症了 还不是一个例子 好几个 这都跟造业有关 所以现在物质太丰沛了 光是吃啊 可能就造不少业了 等这个业报要现前 哇 那 一般的人 业报一现前呢 他可能就恐惧恐慌了 所以一般我们处理事情 要防围杜鉴 都要能够 跟中医治病一样 不治已病 治未病 能够早一点文法 他明理了 他就不去造这些业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小朋友 那么 小就开始念佛了 懂得要学佛了 昨天有小朋友 他刚好没有来参加归一 他说我要归一啊 这个比我还有善根 那 这个小朋友愿意归一 不是被逼的 我们当然要满他的愿 好 那 这个师长 在这里呢 提到了 这个贪嗔痴 三毒烦恼 感德三毒果报 那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三恶道 换句话说呢 没有造恶业的人 没有贪嗔痴的烦恼 没有因他就没有果报 那师长进一步有分析了 每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念佛功夫得利了 能把贪嗔痴服住 虽然没有断啊 有能力辅助 自己有能力辅助 当他临终啊 见到佛了 佛一放光加持他 他的功力就再提升一遍了 他就得事一心不乱了 所以 揪摩罗什大师翻译的 阿弥陀经里面 提到的是 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宗使 是一心不乱 那这个是因为 得到佛的加持 他的功力提升了 到事一心不乱了 那他往生之后 当然他就不会造作恶业了 所以师长这里讲 你学其他的法门 断烦恼完全要靠自己 那我们现在只要福一半 那一半 佛帮忙 我们就能成就了 所以这个法门叫恶利法门 所以我们这个便宜啊 占了很多很多 我们要珍惜啊 这个稀有难逢的姻缘 接着经文讲了 所以一切众生呢 以及燕魔罗戒 三恶道中啊 来生我差 受我法化 七成阿诺多罗 三秒三不提 不负更多恶趣 第一院是国无恶道院 第二院是不堕恶道院 这里尤其提到燕魔罗戒 这个是指地狱戒 那地狱的众生呢 这个算恶业习气啊 是最重的了 成德读到这一院呢 也是很佩服阿弥陀佛了 因为自己教过书啊 假如遇到 一系最重的学生 最调比的学生呢 自己有没有 那个信心 那个爱心说 只要他肯来 跟我学 我呢 可以把他教成佛 想想阿弥陀 这个爱心真的是 很宏大 连地狱的众生 来接受他的教会 他都保证他成佛啊 那这个是 我们要向阿弥陀佛 学习的地方呢 那这里讲呢 受我法化 法是教学的方法 把我们的恶业习气啊 都化除了 化解掉了 而且转化成了 无量的功德 所以能够成佛 所以西成 阿弥陀佛罗 三秒 三菩提 那师长这里有讲了 假如不是在西方极的世界 修行啊 修行啊 有静 有退啊 那一退呢 就很可能呢 又退到三恶道去了 所以 退的例子啊 太多太多了 这是说 十方世界修行啊 有缺陷 就是他有退堕 西方极的世界人 往生就不会退了 不会再多到三恶道了 纵使做了极重的罪业 伸到西方极的世界 放心 阿弥陀佛这一愿呢 是保证的 不会再多恶道了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往生哦 这个修行的路上啊 有静 有退啊 甚至于可以说啊 退的多啊 静的少啊 皇帝主导 就是提到啊 静一退九啊 这个静一退九呢 第一个是 静一个退九个 大家要做那一个 还是做那九个 大家没什么反应了 不能退了哦 这一退 有时候就不知道 退到哪里去了 还有静一步啊 退了九步啊 修行啊 我们 德尊普贤第二啊 第二评里面讲到 贤护等十六正式啊 这十六正式第一个是贤护哦 贤护首先要懂得护谁啊 贤护自己哦 师父领进门哦 修行要靠个人哦 总不能让自己退了 都不去想方法 去突破 去克服 这样不行哦 自助者天助我 你自己要帮助自己的 其他 其他佛菩萨护法神 这些助缘 才使得上帝啊 我们自己退了 破罐子破摔了 佛菩萨要加持的 加持不上了 静一退九啊 有这几层意识啊 还有第三层意识呢 静一步啊 退九步的危险就出现了 比方静一步了 就执着了 执着哎呀 我看到阿弥陀佛了 看到内向了 一执着啊 可能静一步啊 退九步的危险就在里面 所以修行高度的警觉性了 关照自己的心念了 不能出现执着 谁顺境处善缘 无贪吃 你不能产生贪心了 你不能进了道场 哎呀 很喜欢谁 结果 依赖 依赖了 产生情直了 这个善与也会堕入啊 无贪吃 福会权限 好 所以修行不能产生依赖 依赖是向外求了 佛法是内学 要向内 你要自助者天助 自救者天救 阿难尊者啊 给我们提醒啊 他就是有依赖 他振不了阿罗汉国啊 他心里想说 佛陀是我的堂哥啊 我有靠山了 大家有没有要找什么靠山呢 你这个心念本身呢 自己要关照到 你一有依赖啊 你就不能勇猛精进去修行了 就容易侥幸啊 掉以轻心啊 好 所以我们真的有退了 就要懂得想什么方法 不能让自己再退了 想什么方法 赶紧要再足够提升 您未成功找方法 不未失败找结果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态度 你看遇到事情呢 是慌乱 是退缩 还是懂得先稳住自己的心 好好找方法 解决 修行 修什么 你修怎么做人 怎么处理事情 并没有脱离做人 做事 这个拜佛目的是 消业障 调幅傲慢 这个是透过这个手段 达到的目的 我们 假如只是在修行的外向上 我拜很多了 我一定要比别人多 不知道自己拜佛 还用 好胜行在拜 念佛 也用好胜行在念 那这个习气就会在念佛当中增长上来了 要善用心 才能成就道业 才能成就功德 不善用心 看起来是在修行 但是习气在挣扎 所以师长 有一次看到同修们发来的问题 就提醒了 越修越分别 越修越执着了 还以为自己是 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这个就没有 看清楚自己的状况了 所以 我请教大家 大家学佛啊 有没有家里的人反对的 有没有 有啊 好 那我再请教大家 你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 你做人进步了 提升了 不会啊 你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你做事 能力提升了 不会啊 那他怎么会反对你学佛 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学佛学什么 学做人 学做事啊 佛是觉啊 在哪里觉 在做人做事当中 觉悟 提升 那 佛法实质上就是不断提升 做人做事的能力啊 那奇怪了 那你的家人应该不会反对你做人 提升 做事提升了 那他为什么反对 我们要把他反对的因找出来 那就不会反对了 很可能是我们太执着在向了 没有实质在做人做事 这个做人在哪里进步啊 念念为他的着想 念念可以体恤别人的感受 这个做人进步了吧 结果 我们不重视这个食指心境的提升 只重视外在修行的向 结果 这个一天 我 念三万生 结果呢 该去煮饭不煮了 念佛了 该去工作不去工作了 想辞职了 结果家里的人 都跳起来了 我那天遇到一个同修啊 他就说啊 这个呢 我做早课啊 做了一个半小时 我的爸爸妈妈都觉得我做得太长了 然后他们都怕我出家 你一个修行人呢 你在精进的时候啊 是你的自我越来越放下了 是吧 我把这种食指啊 精进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 从我直来的 所以修行人是我越来越淡了 这个功夫 合理了 那你我越来越淡了 越能感受别人了 不能修行 看起来像很精进 哇 你的佛越念越多啊 结果家里的人 这心情你都感受不到了 都体恤不到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修行我直越来越淡了 你能余诸众生 示弱自己啊 所以假如修行修道 家里的人很担心我们辞职了 很担心我们出家了 那就是感受不到他们的心嘛 那一天有一个同修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看那个红衣大师 他学佛后来出家了 他家里的人 他的太太带着孩子 去见他 希望他 可不可以不出家修行啊 你看他觉醒很坚定 大家又体会 红衣大师啊 他是希望自己有成就啊 他才能真正帮得上他家里的人 就好像佛在三千多年前 弃味出家 不行学道 他也是离开了他的父母 其儿啊 但是他是爱他们的啊 是吧 假如不能真正悟到了 大家只有轮回一条路可以走啊 所以红衣大师下定决心啊 一定要成就来度他的 妻儿啊 而且我们要了解啊 红衣大师没有出家以前啊 他一定还是 很用心啊 对待他的妻儿的 而当他领悟到了 一定要了脱生死 他决定出家修行了 他的太太虽然不能了解 他这个决定 可是他 是尊重这个丈夫的啊 是吧 他是佩服这个丈夫的啊 只是他现在这个决定 他不是很能理解而已啊 那另外有一个例子啊 地贤老和尚有一个地址啊 修禅宗啊 悟性很好啊 一下子就做到手作和尚啊 可是他 做了手作和尚啊 就傲慢兴起来了 结果被附体了 被谁附体了 被他的太太 暑假的太太附体了 因为他出家 他的太太理解不了啊 最后自杀了 结果他一起傲慢兴啊 他的太太就附在他的身上 他就去吊水了 寻短了 所以他参禅 功夫很好啊 做到手作和尚啊 但是最后被太太附体啊 吊水至山 最后去做土地工啊 这个个案大家听过没有 没有 老和尚常常举两个例子嘛 一个呢 是锅肉酱 不适智 也没福报 但是呢 他出家之后 地前老和尚给他安排 让他到一个小庙去念佛 结果他念了 好像差不多三年了 站着往生了 哇 那个陈旧 地前老和尚 一进去看到他站着往生了 赞叹他 名山宝岔的方丈住持 都比不上你的成就了 能站着往生啊 那个品位是很高的 成就很高 这是不四字的锅肉酱啊 成就那么高啊 另外是一个餐禅 做到手作和尚 最后去做土地工啊 而这一个例子啊 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啊 他处理家庭关系啊 不是处理得很好 处理到他太太 非常怨恨他 最后寻短 来找他啊 来附在他的身上啊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 要不要体恤家里的人啊 要啊 修行啊 慈悲为本啊 方便为本啊 慈悲心表现在呢 能体恤家人的心 家里的人 看自己 这个 做早课做了一个半小时 开始担心啊 我儿子会不会出家 哎呀 他现在是我们家 经济的命运动啊 在啊 你看你修行搞得家里的人 提心吊胆 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进步啊 实质上啊 可能 我儿子 我儿子并没有淡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体恤到他们的心啊 他觉得我坐得太久 我坐半个小时就好 他野生欢喜嘛 他们看不到的时候 你开车 上下班的时候 好好精进嘛 念得再怎么大声 都没有关系嘛 在哪里放下我子啊 在一切静缘当中 横顺众生 不要一修行了 只顾自己啊 顾不了身边的人 佛法众食指啊 这句话很有味道啊 不众外在的形式 事事没有障碍我们 这个家里的人 觉得我们 这个早喝坐得太久了 那就恋我们了 事事无碍 家里的人 觉得你这样做不欢喜了 你刚好练什么 横顺众生 横顺他们 你自己也在这个境界里面 提升了 我也曾经遇到啊 我住在一个佛室里面了 结果我们两个人住一起 有一个同学啊 大我好几岁 跟我住同一间房间 然后啊 他看我 一直在听老婆上讲经啊 他就跟我说啊 你不要再听 静空老婆上讲经了 他的意思就是听他讲 不要听老婆上讲 那我跟他住在一起啊 老婆上说 要让众生生欢喜行啊 不能让他生烦恼啊 他不让我听 他在的时候我就不听啊 他一不在我赶快听啊 没有障碍啊 所以境界 没有障碍 障碍在哪 障碍在我的念头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有分别 我有执着啊 你就有爱了 世事无碍 大家要不了解 老婆上的经教 专攻哪一部经啊 专攻华言经啊 老婆上是学华言啊 是吧 你看他老人家讲 华言经讲了 四千多个小时啊 老婆上把华言经 用得淋漓尽致啊 你看这个世间 什么冲突 最严重 宗教跟宗教 老婆上短短 一年的时间 在新加坡 把九大宗教团结起来 是不是给这个世人 表演世事无碍啊 老婆上表演得很精彩 那我们跟着他学 要越来越像他呢 那也要生活世事无碍啊 怎么都觉得 我另一半障碍我 谁障碍我 怎么世事都有碍啊 所以我们跟着老婆上学 叫向老婆上 世事无碍 老婆上面对逆境二远 世间的人觉得 晴天霹雳啊 是吧 老天爷啊 怎么被我遇到 这么不好的事啊 老婆上在台湾 我们把三十多年 最后怎么样 扫地出门 老婆上有没有生烦恼 没有 老婆上这样的境缘 写下了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就快速提升了 所以老婆上常常问我们 你会吗 会不会修行呢 会修行逆境二远 快速提升 所以老婆上效法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遇到割力王啊 割他的肉啊 逆境二远 是吧 结果忍辱先人怎么样 快速提升 本来在 弥勒菩萨之后才成佛 结果这个境界 不止没有障碍他 帮助他 快速提升了 比弥勒菩萨早成佛 所以诸位同学啊 你假如遇到逆境二远啊 你就要告诉自己 他是来帮助我 快速成佛的 你假如遇到 很难的境界 你就要告诉自己 老天也很瞧得起我 佛菩萨很瞧得起我 才派这个境界来考试啊 是吧 假如我 根本就不是真修了 那人家还懒得来给我考试呢 所以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诗人也 这一句大家听过吧 所以你假如遇到的逆境二远很多 你就要想 老天也很瞧得起我 来给我提升的 古其今世 劳其辛苦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福乱其所为 为什么要这些境界来考 这样才能动心忍性呢 真意其所不能 我不能 我本来不会的考了以后 我才能提升 我才能会啊 所以啊 陈德现在回想起来啊 哇 以前那些境界啊 对自己帮助太大了 因为自己年轻啊 又没有这些人生的阅历啊 没有这些考试啊 我的能力上不去啊 那我就尘事不足 拜事有余了 就是有这些境界考试啊 自己越懂得 看人啊 越懂得处理事情啊 以前自己做错在哪里啊 前世不忘 后世之诗啊 人都是要靠磨练 靠锻炼的啊 我自己也有考过试啊 比方说在这个音乐园当中 你付出了你所有的努力啊 最后人家还障碍 最后人家还把你扫地出门 老和尚有被扫地出门了 我也有被扫地出门了 你没有这些经验 你怎么知道 你付出里面呢 有没有求回报啊 你付出有求回报啊 你遇到这个境界 岂有吃礼 你就拍桌子了 一拍桌子 火烧功得灵 一考 我有没有求 我有求 我情绪就起伏了 我没有求 我才不会起伏 再来 你面对逆境二缘 你不动心了 谁缘妙用啊 妙在哪 妙在自己提升呢 妙在身边的人看你 都没有动心 好 咱们扭转乾坤 你学群述之要 就是 就像 额言 连壁里面说的 治国经邦 为之学 什么叫学问 可以治国经邦 安为定辩 为之学 能稳住 把他扭转过来 这个才叫才干 转祸为福啊 转逆境 为真上缘 这个才叫 群书之要啊 是吧 你看以前那些大臣呢 面对危机的时候 把他变成转机啊 人遇到这个情况 你才能体会 以前 忠臣 被皇帝 贬到海南岛 贬到边疆去啊 那个心情啊 能体会到 你不经历这些事啊 你对经典 对历史的体会 可能不会很深 你看范宗燕被贬了好远 他居然讲了一句话 启池云水三千里 他被贬了三千里远 游记 仓 以十万名 贬到哪里 我都能照顾百姓啊 他能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他能先天下之忧而游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名 楚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他没有被境界转自己 为国为民的心 所以我们不能遇到逆境恶缘 算了 不干了 那我们就被转了 变心了 心不能变 这个缘不成熟 哪里有缘 哪里做 为佛法 为众生的心 不止没有减 还增加 这个叫越错越有 所以李炳南老师说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这个我们说 谁这个逆境恶缘 没有用 用在哪 自己提升 再来 你自己提升 你身边的人看到了 他们都受益了 比方说 你面对逆境恶缘 你平常心对待 你没有丝毫抱怨 你还越错越有 你的小孩 他就学到怎么面对逆境恶缘 诸位同学 你们以后的子孙面对的社会 复杂 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复杂 以后 那我请问大家 你什么时候 教他面对逆境恶缘 什么时候 right now 是不是 好 那你现在面对逆境恶缘 太好了 我现在刚好教我的孩子 怎么面对逆境恶缘 你转一个心念 转成正念 事事都是好事 真的没有坏事 所以老和尚有一个莫保 日日是好日 日常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这个莫保写给谁看的 哈喽 写给谁看的 不是我们 写给我看的 我们还有我们 我向内 佛法要向内 内学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心境是什么 老和尚写给谁看的 老和尚讲给谁听的 讲给我 老和尚讲给他听的 哇 你又向外了 还在那里盯 他有没有做 他有没有做 没做 哎呀 很生气 又生烦恼了 向内 求啊 不能向外了 所以我们 听经 哪怕是看老上的莫保 心态很重要 我是当机者 讲给我听的 这个态度都不容易建立 因为我在台上讲课 我常常可以看到台下的人 我曾经看过 那个夫妻一起来 听课的 那个太太 边听边 都在关心 我现在没有专心听 大家想一想 这个太太 这样听能听 听到东西吗 我曾经看到一个印象深刻的一幕 我在台上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先生 他太太坐在他旁边 中间还坐着他的孩子 这个先生就往后一靠 然后呢 生过他的儿子 然后就拍拍他的太太 然后那个眼睛啊 我在台上 我一看他的眼睛 的意思就是 老师在讲你啦 我在台上很紧张 看到那一幕 我要为始祖啊 因为他看着他 太太 老师在讲你啊 结果他太太马上 很狠瞪他一眼 我要为始祖啊 你说这样的心态听哦 越听越执着 越听越欠人家的过啊 就对了 所以我们听清 还要心态对啊 才能受益啊 什么心态听呢 中树的心 听的时候啊 言以律己啊 宽以待人 没有用这种心态听啊 听听听都是 言以律人啊 宽以待己啊 那这样听下来 你回到家里啊 全家的你看到你就生烦恼 看到你就赶快去上厕所 是吧 不然你要言以律人 都要讲别人啊 人家很难受了 那这个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我们的孩子以后面对的社会 比我们复杂 你什么时候表演给他看啊 所以啊 曾德曾经经历那些逆境 我觉得我自己很有帮助 而且我身边的人 他们跟我一起经历过 比方说 他就会觉得 我现在面对这个逆境啊 跟法师比起来啊 还不算大 所以他就很愿意去面对了 所以自己面对逆境啊 对身边的人有帮助我 对身边的人有帮助我 比方说 他现在工作十个小时 他也不含苦 因为啊 他觉得我工作的时间比他还长 你看你 你现在做的都很有意义啊 身边的人都在看啊 那我为什么面对那个逆境啊 我不抱怨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遇到的这境界啊 对老和尚来讲 小菜一盘 我们得比于上 则知此嘛 老和尚境界那么大 我现在这个境界小菜一盘 我有什么好 好怨的呢 所以一想到老和尚 这个都不算什么 真的啊 我跟老和尚一起工作啊 一起面对一些境缘啊 老和尚也是面对 很大的一个境缘了 我是亲身体验的 老人家心念都不动 然后告诉我 让 此法本无真 此法就是佛法了 佛有没有教我们 真这个字啊 没有 真则是道义啊 你一真啊 你的心就不在斗中了 老和尚还给我举例啊 三五灭法 历史当中啊 有三个 他的死了之后的四号啊 都有五 这三个不同朝代的皇帝 他要灭佛法 佛地词都没有真 都服从 最后很快 佛法又复兴起来 你看我们历代这个佛门 这些榜样 都在提醒我们 好 所以我们当父母 当老师 当领导啊 你面对逆境恶缘 你都不生惩恨 你能扭转乾坤 这是对他们的最好的榜样 好 那能这样 那就没有坏事了 你随每一个缘 你都是用对心了 用真心了 自己受用了 别人也受用了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过上了 事事是好事的日子 人人是好人的日子 诸位同学 什么时候开始过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的日子 考虑一下是吧 那就是好日子不过了 那就是自讨苦吃 你看老师上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今天学了 你一教奉行 你的烦恼就清了 你可能当下那个烦恼 就放下了 你的好日子马上就到了 好 所以 这个前面两院 阿弥陀佛说 得是愿 乃作佛 不得是愿 不取无上正觉 当然他的愿 都已经兑现了 他每句 每个字 他的四十八愿 每字每句 都是真实不虚 而且 他的这些愿 其实就透出了 阿弥陀佛的心 他是真的念念希望 一切众生 快快成佛 他每一愿 都是为了达到 帮助众生 赶快成佛 那愿兑现 问题是 众生相不相信 肯不肯 发愿求生 那这个不是 阿弥陀佛 没有能力 问题在我们自己 肯不肯 不肯 那就是我们自己 有障碍 这个不肯的念头 是障碍的 这个肯去 障碍就没有了 谁肯念佛 谁就往生 这个是万修万能去的法门 这个法门是平等法门 无论你是修大成小成 无论你是造恶 造善 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回心转意了 真肯念佛 求愿往生 各个都得往生 所以这个法门 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不可思议 帮助一切众生 平等成佛 哪怕 哪怕我们 善跟福德比较不足 你只要肯念万德鸿鸣 念一句 老实 老实 慈敏 全受佛功德为智功德 这个法门是从果起修 阿利派 阿利派就是靠阿弥陀佛的加持 果教门是从果起修的法门 其他的法门都是修因 得果 这个法门是从果起修 所以这个法门用什么 来表法 用莲花 一般都要开花 然后怎么样 结果 它是花果同时 花一开 莲子已经在里面了 这个表法很重要 所以黄念老有比喻到 一般的法门 就像你要吃馒头 你得开始选种子 你得要播种 你得要浇水 施肥 还要除草 是吧 最后它长成麦子了 你要磨麦 你要揉馒头 最后馒头才出来 这个是其他法门 你要修这个因 才能有馒头可以吃 这个法门是什么 直接吃馒头 从果起修 集修集果 所以只要老实念佛 哪怕你善根福德 比较不足 老实念之后 就快速提升善根福德 所以偶尔大师说 因为以念佛顾 善根福德 顿同诸佛 偶尔大师这句话很有味道 你肯念阿弥陀佛 我们的善根福德 就顿同诸佛了 我们看四十八月 往生的人的能力 跟阿弥陀佛几乎差不多 你看我们修几年 因为往生的能力 跟阿弥陀佛差不多 其他法门 这些菩萨 修三大阿生集结 我们念几年佛 修三大阿生集结 能力还比不上 我们的能力受用 你看这特殊法门 所以师长说 这个法门是 佛门第一特奖 大家有没有中过第一特奖 没有 我看大家的表情 好像没有中过第一特奖 想象一下 我们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应该脸上是充满笑容吧 假如我们每天照镜子 还是有点忧愁 苦闷 那就是还没有看清楚 自己中了第一特奖 因为中了第一特奖的人 就是想着赶快去换奖 是吧 那我们中了第一特奖 要赶快去换奖 怎么换 老实念过 就设佛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 成佛速度最快的法 有一本书叫 西方阙子 这一本书是绝名妙行菩萨讲的 把它记下来的 绝名妙行菩萨 是净草一个修行人 他就一心念佛 念了几天 他就入了无神法人 入了法身的境界了 你看这个法门多坏了 所以连民国初年 民国时期 研究金刚经的专家 将为农居室 都说了 这个 实名念佛 暗和道妙 即是行身不若 无意念实相 实相念佛 就是入了法身境界 是实相念佛 你看我们凡夫地 老实词免 跟实相念佛 没有差别 而且是暗和道妙 巧入无声 就是行身 波罗不罗密多 为什么说 暗和道妙 巧入无声 我们老实念佛的时候 其他的妄念都说不起 这个叫阴无所住 可是我们一身 接着一身 叫额身其心 那老实念佛的时候 就如入金刚经 这个境界 那是法身的境界 这个法门 尤其是 持名念佛 从有念 入无念 从凡心 不知不觉 就入了佛心 那是极善巧的方法 我们遇到了 要好好珍惜 这巧入无声 巧入无声 我们之前有提过 有一个人 智商不足 叫王呆头 当时候 他就是傻傻的 他遇到一个修行人 觉得他很可怜 就受他为徒弟 但是他 他的师父就觉得 你学什么都学不成 那就叫他念佛就好了 然后他呆呆的 也是老实念 阿弥陀佛 就这样念 他这一生是没有善根 他没有福德 很浅 可是他就这样 老实念佛 念念念念一段时间 突然 哈哈大笑了 他的师父以为他发疯了 又拿棍子要打他了 他说师父啊 今天你不能打我了 你看他本来是 智商有问题了 念佛念念到 不假方便 智德心开 开悟了 所以他不让他的师父造业 打开悟的人造业很重 所以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 善根不足不怕 无德不足不怕 只要老实念佛 都能很快 善根不足不足了 那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就来接了 好 今天就跟大家 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